这个是去年7月份 Rentro Mission Viejo Botanica的价格 在112万到128万之间 这个是2024年4月份 现在Botanica即将要发售的样板房的价格 在160万到178万之间 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 Rentro Mission Viejo Botanica 作为两层的Single Family 价格上实现了48万到50万的涨幅 也就是说45%的涨幅 在9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 如果当时用50%的房款作为首付的话 那么现在拥有一套Botanica Roy的投资回报率就是近乎100% 大家好我是Richer 欢迎来到Money Talk Talk Money 那么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一下Rentro Mission Viejo 2023年9月份的时候 我自己也签了一套Rentro Mission Viejo 后来在Halia 那么我们为了方便记忆 中文就叫它大力化 因为这也是这个社区中文直译的名字 那么当时我记得我排那个社区的时候 一共我们排了四个半月左右 当我拿到房子的时候 是134万的价格 那么同样9个月后 现在市场价格已经涨到180到190万左右 那么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也实现了一个45%左右的涨幅 那按照我当时首富投资收益率来看的话 我已经实现了近乎百分百的一个利润 那么在2022年到2023年之间 我们之前视频里就一直在有分析说 为什么我觉得Rentro Mission Viejo 是一个严重被市场低估的地方 而且这里绝对会有一定强力成为下一个R1 那么即便现在像我们开头提到的一样 Botanica实现了这么好的涨幅 这么出色的成绩 按照整体社区规划来看 因为制定好的是30年级规划 我们现在还是处于早期的阶段 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多的空间 到底为什么会让有些人错过 或者犹豫Rentro Mission Viejo的机会呢 那我观察和交流之后 发现大多数人在了解过RM Viejo 造成错过房价上涨机会的主要原因是两点 第一点是主观认为Rentro Mission Viejo叫偏 离尔湾远 那其实我认为Rentro Mission Viejo偏这个观点并不成立 因为主要认为这个观点 房子有点偏的原因是对于华人群体 有些人觉得离尔湾近就是好 离尔湾远就是偏就是不好 那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 因为要用美国的思维逻辑去看待市场 在国内可能觉得住在CBD商业中心就是好地段 在美国其实靠山靠海远离市中心才是豪宅和富人发展的和居住的逻辑 这点中美之间截然不同 另外之前我们也说过RMD是美国白人占总人口超过80%的城市 那美国人是不在乎九九大华和华人补习班在哪里的 美国人的需求都是能够被各种各样的连锁品牌的配套去满足 比如Trader Joe's, Whole Foods, Costco,医院,学校 有些东西它就够了 不是一定家门口有一个奶茶店或者是中餐厅就是好 如果这方面有需求的话 其实我觉得开车半小时去走73号高速公路去新港的时尚岛 走21号高速公路和5号高速公路去尔湾的南海岸广场 我觉得都可以满足 因为开车二三十分钟在美国的这种生活环境下面 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毕竟你也不是天天要去这些地方购物对吧 那么第二个主观会认为说Rentormation VO后的薪需税高 那首先税这个东西我认为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可变的 也就是1%左右的地税是随着房产交易的变化一直变动的 另一部分是新驱税 这个是固定的 这样也就是说房产税是个相对百分比的概念了 用Botanica我们来举个例子 那假如回到去年120万的时候买到这套房子 你养房的成本就是120万乘以1% 加上8000块钱 也就是2万块钱左右 也就是算成百分比1.7% 那么现在涨到178万 也就是178万的1% 加上8000块钱 也就是25000块钱左右 这样算百分比的话就降到1.4% 1.4%的地税 放在R1就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地税水平 之前觉得Rentormation VO后地税高是因为房价低 这个和5年10年前的R1大公园是一样的 但同样买到这样的独栋在R1你可能要花300万 这之间100多万的差距和对应的地税 这就是性价比 这就是你省下来的价值 那光就按照通胀我们来算一笔账 现在的8000块钱的新取税 我们假设放到5年后 可能就相当于现在的5000块钱 打个比方 那如果按照每年多花5000就当是给孩子或者子女保障了一个十分的学区安全的环境 新的社区规划 那这笔买卖我怎么样想我都觉得很划算 所以总结下来这些所谓的缺点 我觉得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硬伤 因为随着城市不断的发展 人口的流入 学区的保驾护航 Rentormation VO后的未来的发展其实已经很确定了 那你肯定要问为什么Rentormation VO后会是下一个耳丸 或者说Rentormation VO后具备什么样的基础条件 让它能够成为下一个耳丸 首先我们来聊聊看 我觉得就是学校也就是学区 RV的学分在高中和初中阶段都是十分 那小学是八分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我们用十分作为一个筛选标准 来筛选在整个南加州城县 就只有Rentormation VO后的初中和高中是十分 而且这个十分的含金量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Rentormation VO后学校里超过62%的学生都是白人 如果亚洲学生多 可能因为亚洲学生本身他这个学术就比较好 那么我们说学校的学分比较高也比较正常 但Rentormation VO后的十分是占了大多数的白人学生 通过自己的成绩达到如今的这样一个评分 那么这一点其实我知道很多新移民的家庭是比较看重的 因为既然来了美国 就希望孩子在一个美国人较多的比例下去融入美国的生活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Rentormation VO后的一个优势 那么第二点就是RNV是获奖的社区规划 什么意思 在美国有一个全美最佳社区规划的评选 是由地产行业最权威的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评选 在整个南加州城县就只有两个社区是获奖的 一个是RNV的大公园 另外一个就是Rentormation VO后 当中RNV肯定是全网皆知嘛 因为就是在中文的自媒体上面 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已经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了 但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Rentormation VO后 这也主要是因为中文自媒体和美国本土之间有一个信息差 那么现在这一块的信息 我觉得在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应该是都在补齐的状态下 那也希望就是说看到这个视频 你能把这一块信息差补上 毕竟现在信息差就是机会 那么第三个就是RNV这里的家庭收入中位数 比RNV高出足足40%多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R1的家庭中位数收入在12万多 RNV是17万多 然后RNV高等教育家庭的比例是65.3%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那我们如果在整个城县范围内 和RNV有对比的地方就是R1 新港 拉古纳海滩 Koto di Casa 和拉达达牧场 这几个地方都是房价高的富于家庭居住的区域 再看一下城县平均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口是47% 作为一个对比的话 那这些城市绝对是整个城县里面高于平均值的高输入区域 所以也就是说RNV的人口素质的基础是非常好的 第四点RNV的便利交通 那其实要发展先修路这个道理放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 那么在RNV的这个区域上有三条重要的高速 就是5号 73号和241号高速公路都会经过RNV 去R1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左右 那么具备这样的交通优势的另外一个地方在哪里 大家可以猜一猜 没错就是在R1 那么第五点就是RNV这里靠山又靠海 那地理位置上RNV在R1的东南面 气候和环境是非常宜人的 更像是R1最核心的R1南边的区域 而且RNV其实比R1还要靠近海边 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Richard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